如果他们的尸体让老鼠其他东西吃了 感染到城里人 到时候要的是你的全尸 别操扰了 莫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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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亏是个大晴天 要是跟刚刚那阴天似的 这个瘆了 走吧 咱们去看看 你们快看 快过来 态度下来 快来人 远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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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叫台湿队过来 带上石灰 把尸体给我烧毁了 焚尸 要是他们的妻女闹事 跟我们要全尸 那还不得闹起来 你知道鼠疫在尸体里可以留多久吗 这就是一个大瘟疫库 如果他们的尸体让老鼠其他东西吃了 感染到城里人 到时候要的是你的全尸 你们两个留下 剩下的跟我走 是 去 潘哥哥 快来看 是阴阳道的扣子 看来这两个人是阴阳道的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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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认得出是阴阳道的人 我爷爷叫欧阳雷云 他是重族火系的君子呀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早知道了 我们重族和阴阳道打过交道 可以确定这两个人就是阴阳道的 他们这次来 应该是冲着我们重族宝藏 我爷爷曾经说过 阴阳道的人 已经惦记我们重族宝藏很多年了 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可能不是阴阳道 而是他们想用瘟疫害人 等一下 不是有三具尸体吗 怎么少了一个 快 赶紧去找 还有一具尸体 快去 好好好 快来看 我们火系历代驯兽 可以确定这是狼的足迹 看来有一个人没死 还有可能遭受过狼的攻击 狼的攻击 我只记得醒来之后 就在坟地里了 然后被几只狼给围攻 我知道是谁了